第222章 美人现身 房间当中林栋盘坐于床榻上,眉头微皱 这一次把罗山打成那副模样,爽是有点爽,但此事必然不能善良 照雪旧武馆粘狂跋扈的行事风格,林栋此举无疑是在挑衅他们的威严 所以无论如何他们都不可能忍气吞声的 造行径大成 林栋的首长轻轻摸索了下巴,如今他的实力算是造行径小成 但加上四隐浮尸的身份以及同类体,他就算是面对着造行径大成的强者 也是能够拥有着一战之力 那王炎应当也是这般实力 林栋想起当初与王炎交手时 当时的他若非依靠着一丝侥幸,恐怕那时候就得折损在对方的手中了 那时候的造行径大成在他的眼中看来实在是太过强横 但如今那个层次已是触手可及 当然,若是要论起战斗力来说的话,林栋可不相信 那雪旧武馆的馆主能够比得上王炎 那家伙所修炼的功法,武学甚至手中领保,都是上上之选 如今连这么一个武馆的馆主都是能够跟着王室宗族的天之骄子相比的话 那王室宗族的天才一朝时太寒碜一点 如今的我若是在遇见王炎,必不会再像当初那般狼狈 林栋拳头为咒,虽说只有半年多的时间 但他的实力却是成长了太多 在林栋心中念头转动间突然房门被敲响 寻起江雪轻柔的声音便是传了进来 请进 见到这么晚了,江雪过来找他,林栋显然也是有些错愕 玄机连忙道 随着歌之一声,房门被推开 月光自那门缝之间倾斜而进 玄机一到曼渺郊区,慢动着碎步 踏着月光走进房中 林栋望着那进屋的江雪,显然是愣了 眼中略过了一丝惊艳之色 现在的江雪显然是经过一番特意的打扮 青群照紫衫,眉目如画肌肤如雪 柔顺的青丝垂至千细的腰间 再配着那略显一丝飞红的脸颊 以及月光照耀 显然是格外的美丽动人 被林栋那般目光注视着 江雪翘脸上的飞红也是悄悄的浓郁了一点 她反手将房门紧闭 在其玉手上捧着一叠整洁的衣衫 啊,江雪姑娘 林栋轻咳了一声,略微的感觉到不自然 这大半夜的孤男寡女 在这么一间房间里面 貌似有点不太妥 这是换洗的衣衫 江雪将那叠整洁的衣衫放在桌上 声音轻柔,微微垂头 灯光照耀着那张俏里的脸颊 仿佛火一般的滚烫 这些事随便让一个侍女送来便好了 怎敢麻烦江雪姑娘 林栋干笑了一声 玄机目光望着江雪,道 江雪姑娘若是有事的话 便请直说吧 门延江雪的郊区微微僵了一下 翘脸围垂,沉没了片刻 方才轻声道 雪旧武馆向我们英智武馆发出挑战 按照武馆间的规矩 这种挑战并不能拒绝 一旦拒绝,便是会声名尽毁 所以两天后 爹会与雪旧武馆的馆主罗旧 在大英城武斗台上 当着全城所有人的面进行比斗 这场比斗决定着双峰武馆的命运 若是爹输了 应至武馆便是将会面临解散的危机 安静的房间中幽香流动 女子的声音带着一丝丝悠悠之意传开 娘亲去得早 所以一直都是爹将我与音音带大 后来我们来到大英城 在这里组建了英智武馆 这都是爹十多年的心血 如果武馆被解散 爹一定受不了这个打击 我并不想看见爹变得落魄 江水被齿轻咬着红唇 眼中有着雾气凝聚 轻柔的声音显得很是无助与伤感 所以 我想请您帮帮我们 我知道这个要求很过分 甚至会将你置于最危险的地步 但是 但是我真的没有其他的办法 爹现在不会是罗旧的对手 若是上午斗台 必然是失败的结果 林栋脸庞上并没有太过的吃惊 显然是早有预料江水的请求 林栋公子 若是能够让德英智武馆 避免被解散的结局 雪儿愿意 为您为奴 为婢 江水望着面色平静的林栋 突然深吸一口气 御手清解妖术 裸裙滑落 上那间 依据宛如白玉般的郊躯 便是那般赤裸裸的 出现在了这紧闭的房间当中 突如其来的这般变化 直接是让他林栋的脸庞上 平静宣告破裂 他有些目瞪口袋的望着 面前那句完美的雪白的桶体 江水的身材 高挑而丰满 千细柳妖屋 盈盈一卧 肌肤如雪如玉 滑腻而娇嫩 坑称有物 以男人的角度 林栋不得不承认 眼前那如同小羊羔一般 任由采摘的油物 拥有着让男人难以抗拒的诱惑 但他毕竟不是一个容易 被情欲支配脑子的雄性生物 当下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然后有些勉强地将目光 强行转移开来 声音有些干涩的道 能不能不这么狗血与俗套 在林栋的声音落下时 他却是听见了一种极为细微的低气之声 微微一正 看向江水的脸颊 只见到后者修长的睫毛抖动着 有着一滴滴泪珠 划过娇嫩的脸颊滚落而下 我知道这样似乎很贱 但我没有其他的办法 如果 如果真的能够保全污管的话 就算是真的与人为怒为毙 我也心甘情愿 这里是我的家 小时候 我们已经鞭配流离过一次 我不想再让音音在懂事的时候 再经受那种感觉 江雪的声音极为的无助 她性格中有着一些倔强的因子 但在现实面前 她却是只能做出最为残酷的选择 望着江雪那哭得梨花带雨般 显得楚楚动人的脸颊 林栋也是轻叹了一声 她懂江雪的感受 因为当年她曾经经历过 曾经意气风发的父亲 在变得落魄后 给予整个家族所带来的种种阴影 手掌抓起床上的薄被 一抖下便是江那族椅 让她不少男人双眼星红的完美铜体 遮掩而去 林栋望着江雪 苦笑道 嗨 这么漂亮的美人送上门来 人有采摘 怕是没男人不心动 我不是什么坐怀不乱的圣人 不过 如果我真的如你所愿那样做了 那跟罗珊又有什么不同 而且今天我将罗珊打成那样 你们只要稍稍使点手段 就能将我拖上对应旧武馆的船上 哪还能用得到这般呢 林栋笑了笑道 若是只用那种办法的话 恐怕你立马便是走人了 江雪的御手轻轻擦拭了一下脸颊 轻声道 她冰雪聪明 虽然仅仅认识没多久 但对于林栋的性格 她却是摸透了不少 她明白 眼前的少年绝对是吃软不吃硬 你越逼她所取得的效果 那便是会越小 林栋也是有点诧异地看了看 面前的江雪一眼 这女子倒也是生得一副玲珑心 你也别想太多 你们带我出迷雾森林 对我也算磊落 既然你们当我做朋友 我林栋自然不是什么冷血的人 今天我会对那罗山出手 自然也没打算撤手不管 听到林栋这话 江雪游子还带着一丝雾气的美目 显然也是睁大了一点 她玉手捂着身体上的薄贝 然后在一旁宽敞的椅子身上坐下 薄贝虽然宽大 但依旧是勾勒出一些诱人的弧显 再想想那薄贝下的滑逆郊区 就连林栋眼神都是微微跳动了一下 在这种的环境下 跟其说话还真是一种煎熬啊 那林栋公子的意思是 愿意帮助我们英之武馆吗 江雪轻咬了红唇 声音有着一点期盼 也有着一些性性之意 仿佛是生怕林栋将此话给否定了 哎 你都这样了 我若是再不表态 怕是再没有办法走出英之武馆了 那些学徒若是知道 我这么玷污他们心中的大师姐 不知道会被追杀成什么模样 林栋无奈的道 文言江雪不由地扑四一笑 上那间俏脸上展露出来的笑容 如同百合花般的美丽动人 将衣服穿起来吧 免得到时候水闯进来 林栋倾咳了一声道 林栋公子能不能先把眼睛闭上 江雪俏脸有些飞红 声音低不可闻 哈哈 刚才不都看过了 林栋一句话习惯性地脱口而出 玄机连忙住口 忘了那几乎整个脸颊 都是红得如同火烧云一般的江雪 这才干笑了一声 连忙地闭上了双眼 随着林栋闭上双眼 房间中便是响起一阵 极为让人怦然心动的 稀稀索索的穿衣声 片刻后一阵忧香扑面而来 还不带着林栋有什么反应 他便是感觉到 嘴唇上被轻轻地覆盖上了柔和而滚烫的唇瓣 林栋公子 如果你真的感觉到我的请求对你有负担 我不会责怪于您 只是请你到时带着音音离开 谢谢 柔软的触感闪电般地离开 江雪的轻声在林栋耳边响起 然后便是迅速转身 在房门搁之声中带起幽香消失在月色当中 随着盘旋在鼻尖的幽香徐徐消散 林栋方才缓缓地睁开眼 望着虚眼的房门 然后轻叹一声 看来这次果然还是得出手啊 我的